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啊 欢迎收看今天10月5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迪威5号是抵达韩国 讨论有关停滞不前的朝鲜无核化会谈 朝鲜当天就再次批评美国对朝鲜采取敌视政策 另外 韩国研判朝鲜洲际导弹移动发射技术尚不完美 专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史迪威此行将聚焦美韩联盟合作等外交问题 朝鲜四月时曾限期美国 无核化谈判于年底前取得进展 并警告美方如果忽视这个限期将犯下大错 美朝可能11月举行新一轮工作谈判 史迪威也将敦促韩国恢复日本军事情报分享协定 但韩方最新消息说立场没有变动 之前 朝鲜官方朝中社引述外务省发言人说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的国别恐怖主义报告再次诋毁朝鲜 表明美国依然如故地推行对朝敌视政策 又指报告充斥种种虚伪和捏造 是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挑衅 发言人指 美国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元凶 以恐怖主义法官自居 是荒谬绝伦 贼喊捉贼 报告是对朝鲜的侮辱和背叛 只会令朝美对话之窗渐渐狭窄 韩国总统府清瓦台指出 朝鲜利用移动式导弹发射车直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在技术上还没有完全到位 清瓦台就此与国防部国家情报院的立场一致 清瓦台的新闻稿说 朝鲜有利用移动式发射车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势力 但在技术上还难以用移动式发射车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试射导弹的方式是利用移动式发射车运输导弹后 将导弹从发射车上卸下并装置发射井进行发射的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凯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5号发布最新文章就指出 中法两国除经贸合作外 也需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建立共识达成合作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评论文章提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5日应习近平主席邀请 出席第二届上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文章提到马克龙此次访华行程的重点 是为法国企业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商机 促进中法经贸合作 来自食品 制药 银行 航空领域的 法国首席执行官代表团 此次陪同马克龙访华 计划与中国企业达成多项 经贸合作协议 文章提到中法两国领导人 将深入讨论气候环境问题 马克龙热衷于推动实现碳中和 即通过植树造林 节能减排 以及使用可再生能源等形式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从而发展低碳经济 文章认为马克龙希望中国继续在 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文章指出 中法两国将探讨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 以及构建新型多边贸易机制问题 文章认为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 实行经济单边主义 中法合作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 朝更开放的方向发展 文章强调 中法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合作 对解决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 4日 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 退出巴黎协定的相关程序 马克龙随后表示 中国与欧洲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 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合作 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凤凰卫视 卫畅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一组综合快讯 墨西哥北部4号发生一起枪杀事件 造成至少9名美国人死亡 包括3名妇女 4名儿童和一对双胞胎婴儿 还有一名儿童仍然下落不明 在事发现场 死者乘坐的休旅车 给纵火烧毁 车身不满蛋痕 有消息称 车上部分人可能是活活烧死 死者家属表示 死者住在北部宗教社区拉莫拉 他们是分成三辆休旅车 在旅行路上遇袭 安全部长杜拉佐表示 枪手可能是错将受害者 认成敌对帮牌下手 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报告 近期在牛肉馅儿中发现的沙门氏菌 已导致一人死亡 八人住院治疗 据CDC介绍 截至目前为止 在加州 克罗拉多 爱荷华 堪萨斯 俄克拉荷马和德州 共发现10起感染病例 由于从感染者发病到CDC接到报告 大约需要2至4周时间 因此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感染病例 感染者在48岁至74岁之间 80%是男性 一半的感染者血液样本中也发现沙门氏菌 表明他们的病情可能更为严重 由于感染者在不同地点购买了不同品牌的牛肉馅 因此尚无法确定感染源 CDC警告民众 避免食用未完全煮熟或生的牛肉 在烹饪牛肉馅时要彻底煮熟 在处理生肉后要彻底洗净双手 通讯巨头AT&T公司此前 因涉嫌在数据流量上对客户的欺诈行为 遭联邦贸易委员会FCC调查并指控 周二FCC表示 AT&T将支付6000万美元同政府达成和解 AT&T将自动向在2011年之前 注册的无限流量数据套餐的客户 提供部分退款 但赔偿受损客户的具体数额还未公布 FCC于2014年起诉AT&T 因为他们没有明确告知客户 如果他们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数据 数据流量速度会减慢 甚至几乎用不了网络 该公司当时表示 AT&T已经限制了至少350万客户 对此FCC强调 如果数据速度或数量受到限制 AT&T应明确告知 目前AT&T的网站已经对其客户说明 在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数据后 它可能会减慢无限流量的速度 洛杉矶国际机场针对优步 LIFT和租租车的新阶级系统 启用不久便引发了混乱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此进行道歉 并宣布机场将扩大阶级区域 将汽车和载人空间增加大约一半 LIFT将移入扩展区域 Uber接管LIFT旧区域 该措施将于周三早间生效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方面表示 机场正通过交通管理人员 来控制交通拥堵 并就停车场的运营情况 与网约车公司保持沟通 优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公司正在与洛杉矶国际机场合作 来应对这一局面 而LIFT方面则提高了价格 并对司机提供补贴 以此鼓励他们不要放弃机场的业务 风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五日晚在上海御园会见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利吉特 习近平在晚宴上表示 欢迎马克龙再次访华并第一次来上海 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他了解上海与中国 习近平指出 中法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代表 应该相互尊重 交流互见 马克龙表示 法方赞赏并欢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两国元首6日将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 在香港 大批戴着面具的暴徒 5日晚上在九龙尖沙嘴一带聚集 暴徒之后走出马路在弥敦道设置路障 多辆巴士被困 同时有暴徒破坏餐厅 餐厅内部被捣乱 另有暴徒尝试破坏一间零食店的电动闸门 但不成功 防暴警察在接近9点到场 水炮车也一度涉水驱散 防暴警察在科学馆附近至少拘捕4名男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周二早市开盘时三大指数 都是跳高开出 但是呢 盘中的时候呈现了涨跌互现的格局 但是道指一直都是走势向好 说盘时又以历史新高纪录落收 在星期二支持大盘走高的主要的消息面 还是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乐观 所以整体市场都有一个相当正面的心态 投资人进场进行一个广泛的追捧 那么资金也不排除有周期性的整合 在前段时间升幅比较高的一些行业类股 星期二受到了一些获利回头泡压的现象 特别是科技类股就呈现了普遍弱势 债富走低 但是金融银行类股早是开盘日 呈现相当明显的上升的态势 但是说完之前也有获利回头泡压的现象 那么道琼斯瓶颈工业主当中 升幅最高的一度就是波音飞机公司 在全天都是占领上升幅度最大的 第一位的一个个股 升幅超过2% 石油价格在星期二也是呈现 继续的一个小幅上升1.2%的升幅 是557块2毛2一同坐收 而黄金价格则是略微下跌 是1.62%跌幅是14806.60美元一样 自坐收 投资人当然也关注公司盈利小姐方面 盈利超好的同样还是受到投资人的追捧 那么盈利不如市场预期的 也是受到投资人一个重力的抛压 美国的大型的汉堡包Shikshake公司 就是因为盈利不如期 同时削减了2020年今后的销售前景预期 所以当天是跌幅惨重 过总体来说 市场还是审视乐观 虽然是大盘出现了一个横向的 季节性以及周期性的盘整 但是交易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活跃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放红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下面一起来看 由Ameritry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提供 第15届中美电影节 近日在洛杉矶拉盖帷幕 并在南加州圣盖博士 举办了欢迎晚宴 据了解 本次发布的Smart Cinema USA 是由移动电影院 与北美最大亚洲电影发行商 Valgo USA 共同合作营营 通过四剧 五剧和云计算等技术 第一时间为北美观众 带来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 在落地北美后 首批就上映了包括 《催眠才觉》 《阳台上》 《爆裂无声》等多部优秀国产电影 已经上映 就受到了北美观众的热情追捧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Smart Cinema USA 移动电影院北美 今天正式通过中美电影节 正式落地 将把中国的电影 院线的电影 同步放映给 正在北美的华人华侨 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 北美的观众们 使得我们多年的梦想 让北美的华人华侨 与中国的电影迷同步 随时随地 看到正在中国院线 热音的中国电影的梦想 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 为了让北美观众 跨语言文化的障碍 达到更快更好的欣赏 中国电影的目的 Smart Cinema USA 还提供了解说服务 首批上架的 还有由导演编剧于白梅 和著名脱口秀演员 黄熙联媒解说的 银河补习班 因为我一直是 邓超和那个 于白梅的粉丝 这次有幸能够 跟于白梅一起解说 这部电影 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感动 因为很多 电影里的镜头 还有音乐 让我想起来了 90年代 我很多自己的经历 而且作为一名父亲 我觉得这部电影 确实能有十几个 让我流泪的地方 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 是由美国英龙传媒主办 得到了中国国家电影局 中国广电总局 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支持 15年来 一直致力于为中美影视界 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 每年有超过500部影片 在平台上展映 有超过300家 中美影视公司 在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上 交流合作 本次电影节 与Smart Cinema USA合作 也为未来中美影视作品 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凤凰卫视 11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Smart Cinema USA在洛杉矶 举行记者招待会 为媒体详细展示了 移动电影院的各项功能服务 在刚刚结束的第15届 中美电影节欢迎网宴上 数百来自中美两国的 影视界明星与各界人士 共同见证了 该产品的首次亮相 而本次的媒体发布会 则详细介绍了 移动电影院北美版 能够给北美观众 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在发布会上 高群耀博士表示 受限于传统电影的模式 发行和放映渠道 由寡头公司牢牢把控 华语电影在海外市场 取部维艰 在传统院线的上映和排片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美的数千万海外华人 对于观看国内电影 有着刚性需求 这也催生了他 做Smart Cinema USA的想法 到今天为止 有17部正在大陆热音的电影 像《我不是要神》 《绝胜时刻》 这种在大陆很热门的电影 正在上映 同时在昨天开幕的 第15届中美电影节 在中国的展映电影 里面的15部的展映电影 将通过移动电影院 把这些展映电影 不仅仅是在洛杉矶 而人面向北美所有人的 华人华侨 这是意识上头一次 也使得这个电影节 变成了所有人的 一个嘉年华 据了解 移动电影院在2018年9月 已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 做了海外版的尝试 并于2019年5月 与合作伙伴签订了 遍布全球五大洲的 落地协议 此次Smart Cinema USA的 正式发布 标志的移动电影院 通过4G 5G 云计算 区块链等云服务和技术 让北美近千万 华人华侨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观众 有机会同期看到 热映的中国电影 同享 中国院线电影 抢先看 未来移动电影院 还将在韩国 港澳台等地区落地 凤凰卫视 十一记者林翰琴 洛杉矶报道 先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你想请等我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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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选择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声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民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 未经许可, 票庭